字幕 李宗盛 喂,Brian 誰? 又睡在鏡嗎? 是啊,第三次了 你常常睡在鏡 你知不知道會不會是跟枕頭一樣 但這個枕頭已經已經20年了 沒有它不行的 就是這樣才是問題 你知不知道枕頭不能用那麼久 就是它導致你睡在鏡 這個枕頭等我處理 我再教你怎麼選一個正確的枕頭 啊,枕頭 枕頭的作用就是承托頭部和頸椎 養我的時候頭部是微微向前 一個五至十五度左右的角度 而頸椎也能夠承托到一個正常的生理弧度 而打側身份的時候 是頸椎和胸椎可以成一個水平線 所以如果不用枕頭的話 就沒有了上述的承托 在平睡的時候 頸就會軟空,沒有了承托 頭部就會向後額 這樣就很容易導致頸椎的空間收窄 肌肉就會斑緊 就會容易形成頸痛的問題 打側身份的時候 頭就會倒進去 這樣就 躺在頸的機會就會很高 所以不用枕頭就會衍生很多問題出現 枕頭不對可以導致很多問題 例如頸痛,頭痛,肩膀痛,背部痛,甚至是腰痛 失眠,鼻寒這些都跟枕頭很有關係 如果枕頭太矮的話 你平睡的時候頭就會惡後了 而頸也沒有一個十足的承托 一路就咬後 關節的空間就會收窄 很容易就會導致頸的痛症,勞損 而肌肉也會斑緊 就會導致頸痛,甚至是分禮頸的問題 枕頭太矮,而你又打側身份的時候 頭就會斜了下去 而上半身的壓力就會墜在下面的肩膀 很容易頸會痛,也會窄到手麻痺 牽涉到神經線,手尾就會比較長些 如果枕頭太高的話 你養我的話頭就會頂了向前 而頸也會頂了向前 這樣的時候頸的過分手壓 肌肉就會對抗,就會斑緊 就很容易導致頸痛的問題 而由於頭就斜了向前 肩膀也很可能會跟著向前 也會影響到上背,很容易造成上背痛 而若枕頭過高,當你打側身份的時候 頭就會斜了向上,肩頸就會拉斜 也會導致頸痛,也容易分禮頸 若枕頭太軟的話 頭就不能夠得而承托 頸椎也不能夠弄得到弧度 頭就押後了,頸椎也會塌下來 也會導致頸的肌肉斑緊 也會出現這些痛症的問題 若枕頭太硬的話 很可能頸和頭 可能只有少部分可以浪得到枕頭 肌肉就不能放鬆了 若枕頭太硬的話 等到耳朵也會有機會出現痛 就會建議可以用物料來分 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個是一體成型 其次是它出廠的時候 它已經是整個枕頭整個形狀出來了 包括乳膠和記憶面 另一種就是一些填充物 就是用一個枕袋 然後塞一些填充物進去 不同的填充物就有不同的特性 例子就包括譬如羽毛、羽絨 一些種子、管狀物 甚至是水枕的催棄枕 乳膠枕的話 它是一種比較耐用的物料 成分都比較天然 要留意的地方就是它的高度 因為有一些乳膠枕會偏硬一點 你就要留意高度是否合適 而且因為它本身是一體成型 很可能分了幾個尺寸 你就真的要試清楚 記憶棉的話 它是一種按溫度變化的物料 天氣熱的時候 記憶棉就會比較軟一點 天氣冷就會變成很硬 它就不是一種很穩定的物料 所以大家用記憶棉的時候 就留意在不同溫度和變化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承托 乳膿或者是羽毛的枕頭 是給人一些很高級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是比較柔軟 所以承托力就會差一點 因為水枕是一個膠袋 是讓你自己入水 如果水少的話 你的頭一躺下去 其實它會跌了兩邊 它的承托未必很充足 但是如果你入得多水 就很可能頭就會過高了 它就會頂起了 所以在入水方面 就要好考究 這一點要小心 空氣枕要留意 就是空氣的chamber 在哪一個位置 以及你要入多少空氣 這個你也要試清楚 空氣枕裡面的開關 它一定會有少少流氣 用到差不多 可能你自己也要調節 管座物是相對偏硬一些的物料 那個物料分量就要很講究 你能否足以成功 頸頭部的角度 或者是打側身的時候 那個高度是否足以成功到 首先要了解 就是你用這個枕頭的初心是什麼 兩個字初心 意思就是說 那個枕頭是否足以承托得到 你養餓和側餓的睡眠姿勢 只要你的初心是符合得到的話 那個就是一個好的枕頭 就是你出去選枕頭之前 首先第一步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需要 你自己的身形的需要 你本身有什麼問題 頸的問題 會不會睡覺的問題 睡得不好 另一個就是了解 家裡的床褥軟硬度 有沒有機會去尋求一些專業人士的意見 問一下你的醫生 問一下你的物理治療師 我會適合什麼枕頭 當然你去到店面 你都會相信一個銷售員 你試的時候 首先做一個養餓的測試 頭是向後 額後了就會不夠高 又或者頭頂得太前 下巴夾著 那很可能就太高了 頸的承托也需要留意 就是會不會養後了的時候 頸也有虛位 又或者會太高 會頂住頸 肌肉都會斑緊 則我的測試就是 如果枕頭太高的話 肩頸就會有拉斜的感覺 但如果枕頭太矮 肩膊就會扎著 頭也會斜了向下 你需要選擇一個 打側身的時候 可以成為一個水平的角度 你自己看不到這個水平的角度 所以最好 就會有第三者幫你去看 店面的床褥 跟家床褥軟硬度 是不是一樣 如果是一樣的 你在店面試對 回到家睡覺 也很有機會是對 如果店面的床是比較軟 你試過睡覺的枕頭是對的 如果你家床是硬的 你的枕頭就會斜了 所以很有可能就會變得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床褥的因素 你都要考慮 你在店面就不會試得久了 基本上都要回去才可以試 起碼都是試回七至十天 才會知道那個枕頭是否對 所以在店面 最重要不是試時間 而是你自己的感覺 和朋友幫你看角度 例如你是婚衣草 婚衣草沒有問題 因為有些研究說 婚衣草的香味 的確可以幫助你入睡 但本身那個枕頭 是否能夠足以承托得到 你養我和側我的睡眠之際 但如果它承托不到 純粹就是靠香薰的話 那它就不是一個好的枕頭 又或者例如 它是一個雙人的長條型枕頭 是讓你兩個人一起睡 但兩個人的身形可以爭很遠 如果你用同一條枕頭的話 就很肯定告訴你 要不就是一個對 一個不對 要不就是兩個都不對 側碎枕 顧名思義就是讓你側碎 相對的枕頭設計應該會比較高 但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因為睡覺會轉身 研究顯示 一晚睡覺會轉身 十幾二十次 甚至二三十次 所以它每一晚總會有一定比例的時間 會是平均 所以如果你純粹是買一個側碎枕的話 當你轉身去到養我的時候 它就會太高了 就會出現頭頂高了向前 頸頂了向前 肌肉就會疲勞 就會容易出現這些頸痛的問題 孕婦的話 因為它的身形變化會比較大 和會比較快 隨著它的身形變化 枕頭需要改變的 例如它的背部如果是厚了 或者肩膀是闊了的話 用的枕頭就要高一點了 當生了那個嬰兒出來 做了很多運動收身之後 用的枕頭相對就要矮一點了 你用同樣之前的枕頭 就會變得太高了 老人家的姿勢不是太差 跟年輕人可能都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也未必需要太擔心 但是如果有些老人家 駝背比較厲害 這些是一些結構性的姿勢問題 就是頭頂向前頂得比較多 相對頭和背部之間的距離是闊了 頸和背部之間的距離也是闊了 所以相應用的枕頭需要高一點了 媽媽就要留意 因為發育期間青少年真的會高得很快 肩膀會開始橫得很厲害 隨著它的年紀增長 它越來越高 或者肩膀越來越闊 背部越來越厚 其實它用的枕頭需要越來越高 也未至於需要一年換一個枕頭 但是真的發育得很快 真的要密一點換的 你用同一個枕頭 頸會越來越空虛 頭會越來越養厚 這個對它的姿勢是不好的 我們經常教坐的姿勢做得好 其實睡的姿勢也很重要 我們睡的姿勢很靠枕頭的承托 當小朋友真的高得很快 你換枕頭也換不切的時候 可以墊毛巾的方法 令到枕頭是增加的 平均地高上去 你就會一路虧毛巾 你就不用換得那麼快 當你在辦公室 或者坐飛機 坐巡途車 想小睡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喜歡 蹲向前 又或者趴在桌上睡 這個是相對沒有那麼好的姿勢 因為頭中了向前 頸就會受壓 頭的重量就會落到頸椎 對於頸受壓的話 你怎樣浪都沒有用 會勞算得多 相對一個比較好的就是 向後的姿勢 前提就是 那張椅子要有一個椅墊 可以浪得到頭 買的就是一個頸枕 放著頸的空間 處理避寒的問題的話 換枕頭是一個最經濟 和最先試的方法之一 選擇了一個正確的枕頭 頭部角度做得好 頸的弧度做得好 相對氣度也會有一個比較闊的狀態 當你打側身份的時候 頸椎和空椎是一個水平線的時候 氣度也會相對是一個最闊的狀態 呼吸會比較暢通 即使有任何的阻塞 在氣度裡面 由於你的氣度是比較闊的狀態 也會改善到呼吸的暢通問題 也會改善到鼻寒 我建議多些打側身份 改善會最大 真的不對 就是枕頭過高或者過矮 都會令到氣度是一個摺慢的狀態 呼吸就會沒有那麼暢通 也有些研究說 換一個對的枕頭 令到你的睡眠姿勢好 是可以改善輕度至中度的睡眠窒息症 換一個對的枕頭 打側身份 就會幫助到你呼吸暢通 也會改善到睡眠窒息症 除非你是醫生叫你戴靜壓機 當你戴了靜壓機的時候 就未必需要說打側身份 最差的睡眠姿勢 就要數到趴在那裡睡 就是會導致壓住空腔、內臟 也會影響到呼吸 趴在那裡睡的時候 頭一定會側向一邊 都會容易導致肩頸會拉扯會痛 是躺在頸的情況 視乎你用的枕頭是什麼物料 一般的枕頭是不可以洗的 一般是洗枕頭套 近一點清洗枕頭套 或者近一點換枕頭套 現在都很流行一些沉滿機 吸沉滿 這也是一個方法 基於衛生的問題也好 基於功能性的問題 我們都會建議一個枕頭 用兩至三年左右換一個新的 美國有些專家是建議一年換一個枕頭 換枕頭的原因是 因為枕頭用得久 它會變差了 它會變扁了 另一個就是衛生上的問題 因為你用得久而沒有清洗 雖然你勤洗枕頭套 但裡面會積了一些污漬 污垢 甚至一些塵門 屍體 積太久對身體都是不好的 原理就好像 你要去找視光師配眼鏡 你近視 給你十副眼鏡 二十副眼鏡 你都不會選得對一副 一戴就會很清楚 視光師就會量身定做 一個適合你度數的眼鏡 因為每一個人的身形體型是不同的 所以你給很多枕頭 你都未必選到一個適合你需要的枕頭 所以就要量身定做 怎樣怎樣分析完了 我的枕頭怎樣 你的枕頭用了二十年 不用分析了 幫你扔了 要分析的是你 跟我來吧 他跟你說分析我不好 他不是扔了我的 等下我的枕頭 好 Brian 讓我和你做一個測試 好 首先你的腳就抹闊一些 大概就是肩頭差不多的闊度 是 然後你兩隻手就要這樣交叉 對 左右兩邊交叉 但是放鬆的 兩邊肩頭放鬆 把手捏起來 接著就會開始控制頭的角度 你試試蹲低頭 身不動的 只是頭蹲低 這樣一直蹲低 蹲到最低 然後慢慢向上 我回起頭 那我就會把你的頭 放在一個最理想的 少少向前的一個 五至十五度左右的角度 那我要量度的是 頸椎和背部的距離 後面就是這樣 和背部的距離 還有是肩膀和頭側邊的距離 左右兩邊 你的頸形 你的背部的厚度 你的肩膀的闊度 你的肩膀的闊度 這些不同的因素 我們都可以按照你個人的需要 去配合枕頭 令到枕頭配合到你個人的需要 訂造枕頭 裡面分了六格 每一格就是不同形狀 叫聚元氣膠粒 和彈性體 是一本很常用的枕頭物料 因為它都是粒粒 所以它做到可以很細調 真的做到真正100% 度身訂造的效果 它裡面的物料是不同形狀 通洞 它是一些透氣的物料 還有它是不同的部分 它可以做到不同的軟硬度 例如打側身 它需要偏硬一些 令到頭髮做到一個合適的角度 仰臥的時候 太硬 對於頸部也是不好的 它頸部的承托是由一個充足的承托 可以有軟硬的感覺 所以不同的部分 可以做到不同的軟硬度 每一個部分是不同的高度 配合你個人的需要 這就是鎖身頂造精銷的地方 在這裡做了掃測 這些資料就傳送到日本 在日本完成整個生產的過程 再配合回香港 隨時就兩至四個星期 保養方面 我們提供一年的浸高保養服務 意思就是說 你一年內 你的枕頭覺得有什麼不對 你覺得太高太矮 有什麼不舒服 或者甚至一年內 你的身形有什麼變化 你換了床褥 令到枕頭的承托不好 都可以虐待時間 拿回枕頭上來做 至於你自己的保養方法 就是跟一般枕頭一樣 你近一點清洗的枕頭套 但是如果你真的弄到枕頭髒 我們這個枕頭可以清洗的 你可以整個是手洗的 雖然浪杆會比較長一些 我們就未必建議經常清洗枕頭 我有了這個專屬我的新枕頭 一定有教我睡 今天一定不會睡在頸 好了,不說那麼多了 再見,各位